勤九四比一赢下 TCG一安半只脚已经踏回 AG月光的徒弟 BP被VV碾压 Gamini直呼席位赛的神 还得看XYG 只不过他们已经回不来了 但张大仙下赛季会有大动作 只要拿下春季赛冠军 XYG就能稳稳回归 KPL才有机会保持出热度 要不然一直在K甲根本没热度 MTG是不是资格赛的神 他已经不是了 席位赛的神已经倒了 席位赛的神没有记席位赛 YG其实是席位赛的神 因为XYG是席位赛胜率最高的队伍 但是已经没有进入到席位赛这一次 连席位赛都进不了 XYG好像是八强 一轮游了 他们进入赛一轮游了 现在已经没有神了 XYG还剩一个秀斗 剩一个九月 剩一个一门 其实没怎么变 XYG没怎么变 契合也在 但是不好打了 都不打了 只有秀斗打是吧 其他人都不打 只剩秀斗一个人打 我满方 只能说 TCG实力下滑很严重 一安在场上 至少还能稳住局面 猜测之所以没让一安首发上场 第一点是他手伤严重了 第二点是一安有意回到 AG TCG需要培养自己在K甲的选手 第三点就是 教练觉得亲怀更厉害 所以放弃让一安首发 个人觉得第二点的可能性更大 毕竟TCG要是调回K甲 一安要是跟着去的话 职业生涯就相当于结束了 大家觉得呢